其實那場雨好像很戲劇性 但真的不是故意 如果我知道下雨 我不會選擇下雨的時間去讀 那場大雨儘管我是淋濕了 但其實那些雨呢 披在我身上 其實它是披了一些防護網 給了一個保護甲 雨很大雨 大雨到所有人都要避雨 所以那個馬路 從很多人就變成沒有人 其實我覺得那場雨是保護了我 最令我深刻的 反而不是一個雨中酸毒禁制 其實是我旺角清場那一陣 很多人包圍著我 包圍到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四周八方罵我 所謀的內容呢 是對女性最大的侮辱 我堅持我過去做的事是對 我那時是對 我覺得我現在亦都對 我是一個律師 捍衛法治精神 我面前有個任務 法官有個禁制令 禁制令是要執行 不執行 法庭的權威性 去做好它 除了我是英雄律師 我也很愛香港 不想去亂 還有就是一個兩制 香港的繁榮穩定 和香港的未來 都是靠一個兩制 一個兩制做得好 維持到 我們香港才有將來 終於有人要坐牢 隨著這個佔中案 有人要受罰 我覺得不是一個完結 無論這九個人 他重或者不重也好 有人要上訴就上訴 這個是我們法律系統 有些人就判了 我們這個案之後 我們何去何從呢 當然我們法治精神受到損害 所以現在我們更加需要 是一起再次堅守 是時間重新上路 維護我們法治 是修好我們人和人之間那種的撕裂 有法律沒用的 一定要守法 這樣才是法治精神